喂? 喂,你好,麻煩我想找Kai小姐 我是Kai小姐 Kai小姐,你好,我們是英文學校EF,聯絡一下Kai小姐 什麼事? 因為我們早前收到,你登記過給我們EF英文學校 聯絡在APP上,有沒有印象? APP上是免費的,我自己下載,自己看一下 是的,沒問題,我們這邊聯絡是這樣的 因為你登記了,學校這邊聯絡 我們會有一個叫做英文的評估 和一個個人的導師指導 會給你,幫你改善你現在的英文 想問你登記給我們,想改善哪方面的英文? 我不知道是登記給你們,我只不過看到一個APP 可以學一下英文,有些短語的 就是純粹地混在一起看看 嗯,OK,你的意思是說 我之前有去過也做過評估的 我之前有去過也做過評估的 但對你們的導師有點不滿意,所以我就走了 導師不滿意? 是的 哦,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我本來想去問一問你們公司 是怎樣各學的,了解一下 他給我一份問卷,答完之後 可能只有二十多三十分,可能都不合格的 嗯 那麼他就問我家庭狀況啊 呃,子女情況啊 呃,什麼人際關係啊 就是問那些關卡,不關讀書的事 所以令到我很不舒服就走了 哦,現在應該都是了解一下你那個英文情況 就是看你怎樣學啊 學什麼的 不是,了解一下英文情況不需要 問一下別人個人私隱的這些事情 是不是 要評估我個人的性格問題 就是講得你 本來是高高興興去的 到後來本來好像 不知怎樣轉了味道 接著我就走了 就是這樣的情況 本來我是想去問一問怎樣學啊 呃,我這個程度行不行啊 學不學到啊 那他又問你喀哩喀啦 也又說 是不是你性格不行啊 不不不 他講到我火滾了 我就走了 是嗎 OK 是嗎 即是講得離世譜啊 你想到你們是公司為了賺錢 我是想得到我想要的東西 就是這樣簡單 就問喀哩喀啦 要講完人家的性格 他說上班做事為什麼不做啊 什麼原因不做啊 問一些契哩喀啦的東西 我說什麼原因不做 就是政治迫害不做 沒得做啊 不讓你玩死 就是這樣簡單 他又聊到我什麼性格啊 什麼什麼東西 聊到我口火管啊 本來我不想跟他講那麼多 他越聊我越來火管我就走了 是嗎 OK 他想一個簡單的事 複雜化 我也不知道他 他是不是精神有些問題 還是怎樣 我也不清楚 OK 明白的 那不緊要 那這段連絡回來呢 我們還給你這個英文寺 你想不想拿回 如果你想我拿回 換我另一個導師給你 好 遲些先啦 啊 好了 就這樣先啦 拜拜